兩名小男孩一個站在投籃機前 那個穿紅格子襯衫的小孩 竟然站到機台內 用手來刷投籃機 你沒看錯 小男孩兩手拿球 不斷上下刷籃框 配合身體律動一刷再刷 猛力刷啊刷 投籃機上的分數飛快往上跳 連樓下同伴也興奮的搖晃機台 結束最後一回合 賣力刷球的男孩還回眸一望 因為全被民眾給拍下來了 而其實為了拿高分作弊的還不止他 前幾年更有小男孩手拉籃網搶分 還用手 對比一下金城老街的小朋友 用手拿球刷投籃機 這效率可比不上單純 用手拉籃網的得分速度 而實際來看看投籃機的構造 民眾往前投球路籃 觸碰籃網後機器就會感應得分 但萬一籃網被扯壞 就怕連機器都會出現故障 多收少少會有人看這樣子 怎麼會有人把匣子丟在籃框前面 就可能老闆沒有看到了 對 老闆看到應該會講一下 就在連來連網的金城老街裡 無人看管的投籃機店家 沒想到這兩位小朋友 真的把成績看得很重 直接爬上機台拿球刷分數 這畫面看了讓人會心一笑 但也怕他們爬上爬下 會不小心摔倒了 記者朱立倫黃智昌成為軍新竹 新本市報導